房产税 Property Tanks 众所皆知 在美国拥有房产 每年都需要缴纳房地产税 这就是Property Tanks 美国的房产税 是由房产所在市政厅的评估部门 进行非商业性的项目评估 所谓非商业性评估 是指抛开家具包 开发商议价等商业利润 进行的纯粹房产评估 一般由周边环境 地理位置 以及配套设施 作为评估标准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 房产税单的评估价值 会低于房屋的成交价格 在美国购买房地产后 土地上至天空800米 下至地下800米 都属于个人永远拥有的 即使地下发现金矿的话 也属于你个人资产 但地税 Property Tanks 则是会世世代代跟随着你 因为土地是美国政府 卖给你私人使用的 以收缴地税的方式 每年将这些地税的钱 都是交给当地的县政府 由政府统一来修路 修公园和学校学区的建设 房产税是按照业主房子的价值 是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地 Land 另外一个是 Improvement 就是盖在地上面的建筑 每年缴纳地税的比例 大致是房价的1.0%到1.5% 每年的地税价格 随着市场房地产价值的更迭 会有稍稍变动 房地产税一般按年纪 房价越贵 房产税越高 一般讲 房地产税是用于市政 县郡 学区 社区大学 及其他政府机构 房地产税属联邦个人所得报税扣税项目 也可用于抵扣州所得税扣税项目 但各州规定不一